作詞 作曲 李宗盛 美孝 重新生 不是青蛙 不下蛋 不是鴨子 不呱呱 看招 嘿嘿 干什麼啊 寶可夢啊 對不對 你今天有沒有抓到 皮卡丘呢 是不是 我指的當然是在股票市場 蛤 400多億的成交量 你沒有看錯 我早就講 台北股市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在講 成交量會越來越少 對吧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選股就會越來越怎麼樣 困難 為什麼成交量會變得這麼少 有人說是因為稅的問題 這個我承認 但是你知道很多東西 人家講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 它就像蝴蝶效應一樣 它會怎麼樣 漸漸漸漸漸的影響 當你發現的時候已經怎麼樣 來不知了 好比我們講當沖 以前小弟我在當營業員的時候 那個時候當沖的風氣 你知道有多盛嗎 很多人一大早起來就準備好 今天做了一堆功課 然後就準備要到股票市場來怎麼樣 大幹一場來當日沖銷 早上譬如說9點零幾分買進 對不對 買個100張 然後等下多少時間 嘎掉 然後再換另外一支 你想想看 這一來一往的成交量 大家都進來裡面 豁進來裡面搞 成交量要報個兩三千億 那現在為什麼不當沖 很簡單 你怎麼沖 你要買100張 它今天總共成交才5張 對不對 那這種股票就不能做了 那你去做那個怎麼樣 買得到100張的 它又沒有什麼太大的漲幅 我們看台積電 對不對 台積電成交也不過一萬四千多張 它是最大的龍頭 它今天成交量才一萬四千多張 你要怎麼沖啊 手續費都不夠 雖然台積電它的漲幅很大 但是需要很長的時間 你要長期投資台積電 才賺得到錢 平常大家不願意去買它 因為它每天長得跟毛毛蟲一樣 對吧 所以當沖的量回不來了 那這個惡性循環的結果 就造成今天你看看 剩下多少億 487億 看清楚 487 你沒有看錯 你沒有看錯 我很擔心未來會變成兩百多億 如果執政者 就像前朝一樣都不注重股市 還打壓股市 還要公平正義 收正所稅 收到了沒 就把股市給打掛 那麼新的執政團隊上來 也沒有聽到 要怎麼樣來救股票市場 那怎麼辦呢 所以逼著大家去做上陣2S 舉例 ETF 那我早就講過了 因為只有那個有成交量 對不對 那其他的個股 你要有成交量 就更加的困難 也是因為這樣種種的困難 我才怎麼樣 發起了這個運動 看好 看到沒有 不然我為什麼 我還怕你們怎麼樣 沒有辦法跨過那個門檻 小弟用心良苦 跟你說 我們來怎麼樣 全民運動 我們來 來抓寶 股票市場呢 要抓到像皮卡丘這樣的寶 那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說你要抓一支股票 這一支股票 第一個它還要有成交量 會員還要買得到 還要賣得掉 還要會漲 各位觀眾 你們覺得很容易嗎 對不對 台積電買得到賣得掉 可是它像毛毛蟲一樣 可以嗎 不行啊 是不是這樣子 而且我還怎麼樣 我還不能夠用黃貼紙 我也不能用立可白 我也不能夠把它遮起來 我還要事先告訴各位觀眾 我們怎麼樣 抓的寶是哪一個寶 還要讓各位來印證 各位就像大爺一樣 對不對 還瞧不起還不買 哇 真的很難耶 有時候想想各位觀眾很難伺候耶 我記得我大概在 上上禮拜 我在台北廠 還有北中南辦這個演講會 我記得台北廠做第一排 有一位先生 他姓什麼叫什麼 不重要 我也不記得 他參加我的這個抓寶部隊 因為他參加的時間點 剛好可以趕上我們第二隻 抓第二隻皮卡丘 他參加了交了錢之後 我當然叫他怎麼樣 叫他買皮卡丘等級的啊 對不對 他買了之後 沒有馬上漲 他就說他不要了 我覺得很好笑耶 他說怎麼會叫這支股票 這支股票他認為不會漲 所以他就怎麼樣 他退出抓寶部隊 為什麼我覺得很好笑呢 因為他只是一個散戶 他根本沒有辦法 在股市有能力賺很多的錢 所以他今天來參加抓寶部隊 參加之後請他買了之後 他用他的判斷力來怎麼樣 來判斷我們所買進的標的 是不是個寶 是不是皮卡丘 我當然覺得好笑啊 你只是一個散戶而已啊 對不對 那他參加的時間點 我們請他買什麼股票呢 我也請所有的觀眾 來幫我當證人嘛 對不對 來看一下4190 左燈 會不會漲啊 各位觀眾 今天大盤好像還是跌的 對不對 你認為會不會漲 他認為不會漲 他買一下 第二天又把它賣掉了 所以我說這樣的散戶 他很自以為是 而且他怎麼樣 在股市賺不到錢 又不會檢討 別人怎麼樣 願意幫助他 用最低的門檻 欸 講難聽一點啊 他們參加這個抓寶部隊 我就講過 因為全民運動嘛 對不對 我把門檻降到最低 就怕你不能進來 所以有的時候 叫做好心啊 叫下金啊 我真的有這種感覺喔 我老船長在檯面上 我是最照顧怎麼樣 散戶觀眾的 都希望你們 花最少的費用怎麼樣 能夠得到最好的結果 哇 我聽我這個助理跟我講說 業務助理跟我講說 哇 老船長這個客戶反應怎樣 我聽了喔 量了半截 我就覺得說 人有的時候真的不用對 像這樣的人太好 你對他好沒有用 浪費 對不對 左燈有什麼好呢 對不對 怎麼可能會漲呢 他用他的智慧 他用他的經驗來判斷 那不是笑死人嗎 看清楚 看好左燈的理由 麻煩這一位觀眾 你看清楚 法人同步認為左燈營收獲利 轉牆的原因有三個 麻煩你把筆記本拿出來抄一下 第一個服務 美容媒體的療程 我們講他的服務喔 這是他的業務喔 近年前八月啊 新增的會員 大概有七千個 是未來一年可任列服務收入來源 這第一個 七千個會員喔 不是七個喔 第二個 產品 今年推出新產品數量上 明顯優於怎麼樣 往年 營業額有機會逐年成長 這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報告過的 他會將怎麼樣一些加盟店 改為直營店 再來 中國布局調整 過去看到沒有 左燈加盟店為主 未來以直營店為主嘛 會增加產品的銷售收入 這我跟你們講過 還有會員服務的收入嘛 營收成長有望加快 大概在三成左右 我們再來看 左燈搶食美容的商機嘛 對不對 他其實也可以說是一個觀光的工廠 來看一下喔 在中國及台灣市場 拓展順利喔 除了自由品牌以外 也將跨入保養品 以及怎麼樣代工 就是說他自己有品牌 他還幫人家怎麼樣來做 跟台積電一樣嘛 台積電就代工嘛 對不對 因此喔 在嘉義興建全台最大的怎麼樣 美裝工廠 看到沒有 自己做也幫別人做 預計2019年啟用 2020年怎麼樣 可以將 對不起 產能拉升至現在的十倍之多 麻煩你把十倍之多 這幾個字寫在臉上 好了 寫在臉書上 另外 新廠區也將設立觀光工廠 有助於推廣 佐登尼斯 看到沒有 這個牌子有沒有聽過 佐登尼斯 的知名度 那麼像這樣的一家公司 不是一個小閃戶 他的智慧可以判斷的 會不會漲 股票市場會告訴你 導播 進廣告 好 恢復家園時 請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請丟棄 水 水 要煮沸 食物 要煮熟 積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 要儘速清除 多一分警覺 多一分自我保護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破浪 一路過五關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 2389 8689 02 2389 8689 您需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啟發頭部幫您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咨詢在線02 2389 8689 02 2389 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虛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部 卓越理財團隊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部 02 2389 8689 2389 8689 這個皮卡丘看起來蠻可愛的 來導播來特寫一下 看到沒有 是不是很可愛 對 買到好的股票 你就覺得怎麼樣 它怎麼看都很可愛 是不是像這一檔 各位觀眾啊 下跌的時間 它需要打底 你跌多久 你就打多久的底 漂不漂亮 這兩邊對稱 你不要說這邊打底才這樣 短短的當然上不去啊 這個底的時間 跟這個下跌時間是差不多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現在量又再度出來 看到沒有 導播把字拿掉 這個量又再度出來 要準備要往上攻了 我早在前幾天就預告你了 我說啊 這個叫頭部 這個叫腰部 這個叫底部 打底完成了 現在是年底了 年底就要看明年怎麼樣 明年這家公司 有一大堆的動作 會讓它的營收暴增三成 讓它的獲利從怎麼樣 半個股本再往上攀升 而它的毛利率高達70% 它是兩岸醫美的龍頭啊 請問你這樣的股票 它不往上走 難道它要往下走啊 莫名其妙嘛 對不對 請抓保部隊好心 門檻這麼低 給你買 東挑西弦的 那當然賺錢就沒有這樣的人的份 很簡單 我常講人喔 你要去批評別人很容易 但是你要看看你懂不懂 你不懂亂批評 對不對 你就不是怎麼樣 所謂真正的行家 那你想要來股市賺錢 現在多難啊 現在來股票市場賺錢 就像我老船長講的一樣 就像要抓寶可夢的皮卡丘一樣 很難啊 不是隨便 就抓到了 對不對 你要抓什麼打可壓 當然容易嘛 是不是 皮卡丘不是隨便都有的 而且我可以告訴各位啊 我的古海日誌裡面寫得很清楚啊 到最後這個階段 來導播照鏡 叫做什麼面 股票市場有八個面 最後這個階段叫什麼面 看清楚啊 你找股票 你找皮卡丘 你沒有這個配合 你有沒有 我跟你講 如果我今天住在這邊 我講十八檔股票 那就沒有意思了嘛 我們一次就怎麼樣 講一檔股票 很多人喜歡上電視講一堆股票 每一支他都大賺 那你想想看那個背景 他如果講十支 那可能叫會員買一百支嘛 從裡面挑十支有賺的 會員有辦法賺嗎 不可能嘛 那賠的當然就不拿出來講了嘛 對不對 那當然每一支都有call訊 還給你看call訊二百五啊 所以這些騙人的手法 我希望在2016年都要結束了 就讓他走入歷史 好不好 這個市場已經餅剩下最後一小塊 如果大家還要用這種方式 來搶這個餅 我覺得也沒什麼太大意思 我從來也不加入 人家要怎麼搶人家的事 我把我的觀念跟大家分享 這樣的局勢 就像抓寶可夢的皮卡丘一樣 各位認同吧 對不對 而你要參加我的抓寶部隊 我一定要弄得怎麼樣 像全民運動一樣 門檻很低吧 沒有錯吧 基本面也是這其中 我古海日誌講八面玲瓏嘛 基本面也是其中的一個面 那技術面呢也是其中的一個面 那你看看它的基本面 我剛才已經給各位看過在這邊 這是展望未來 你不要老是講我十年前 你講宏達電 N年前很棒 有什麼用 沒有用 你要講未來 左燈 KY這檔股票 它的基本面 未來展望在這裡 這是第一件事 然後你再看看它的技術面 100分嘛 大抵完成 準備開始供嘛 今天賣掉的人 明天可能就要哭了嘛 為什麼 又再次出量了 準備要供了嘛 國小一年級 我教一次就會啦 那技術面 基本面 一堆面 這裡面也包括產業面 是不是 但是我最後有比給你看的嘛 你看得懂這兩個字嘛 看不懂可能問你的小孩啊 對不對 很多事你就不用問太多嘛 不然有一千多檔股票 我不用那個面稍微過濾一下的話 買不完啦 會員哪有那麼多錢啊 對不對 可是呢 我們的股票 經得起考驗 我不會坐在這邊跟你講說 哇TPK好棒 宏達店好棒 帶會員買樂森 或是買耗鼎 我從來不會幹這種事啊 我喜歡帶會員買公司有賺錢的 公司有願景的 這是一個大原則 買了之後沒有保證賺 但是至少你帶會員 不要去買樂森嘛 怎麼會想要去買TPK呢 宏達店呢 一千多檔股票 還有人帶會員去買什麼太陽能 我的媽呀 其實你們如果參加投顧 老師叫你買什麼股票 你家裡面有電腦 你稍微叫出來看一下 看看這家公司營收好不好 毛利率啊 EPS本益比啊 你自己也會看嘛 如果你發現這個老師叫你買的股票 都是地雷股 虧損股 當然就是幫主力出貨 要不然就是他根本不懂股票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在這個時間點 你發現 我的老師叫我買左燈啊 這家公司喔 它的基本面就像老船長分析一樣 再看看它的股價位置 哇再這麼低啊 放量怎麼樣 底部放量就是要供一波 各位看到沒有 這是不是底部放量 這裡都沒有量 所以漲不上去嘛 有沒有上不去嘛 這裡底部放大量 你注意看誰買的 難道這是散戶買的嗎 笑死人了 當然是主力買的嘛 我也不會那麼三八 很多頭顧老師 我們現在請看VCR 昨天袋子喔 早點來電視台 然後來減袋子 講到一半 我們請看昨天的VCR 我覺得那很幼稚啊 專門在搞這種的老師 現在也不在螢光幕上 對不對 為什麼 騙不下去了嘛 你的老師撿你 你講對的 而且講對的是 你講了一堆嘛 亂槍打鳥 我不用 我一次講一檔股票 我昨天還做最後的 對不起喔 預告分析 我說你明天看嘛 這個底部要漲了嘛 對不對 來 你不要看不起喔 487億的成交量 大盤還是跌的 這種股票有這種表現 成交量1543張 一張要9萬多台幣 可以高達1500多張 我可以幫你抓到這樣的股票 你交給我的 我講難聽一點啦 那個會費喔 我有時候自己都覺得喔 我是來這邊當員外的是不是 當大善人啦 讓你們參加抓寶部隊 買市場上最好的股票 我是不能夠保證獲利 因為主管機關有規定喔 對不對 但是買最好的股票 你們認為要賺錢的機率大 還是賠錢的機率大 那你自己買呢 你買什麼股票 你都買一些阿薩布魯阿利布達的股票 對不對 搞不好公司還在虧損呢 像你看一堆人買這支股票 是不是 樂森漲停的好棒 請問解套了沒 解套了沒 解套了沒 又來了 又搞這一套 過幾天漲停板又打開 又開始暴跌 所以我跟你講喔 你永遠沒有辦法 開大門走正路 號頂 昨天還有330 今天剩323了 這300守得住嗎 笑死人了 公司一毛錢都沒有賺 你看 從700多跌到323 我說他要走基亞的路 大家等著看 基亞從480幾跌到現在多少 給你看一下 剩下60幾 連70都守不住 公司一毛錢都沒有賺 時間會證明我講的話 你就老老實實來投資嘛 對不對 你不要每天搞投機的心態嘛 那現在這種大環境這麼困難的情況之下 要抓到寶有多難啊 我幫你抓 而且我公開講讓你印證 是不是 我們第一檔綠月啊 各位都很清楚 我在那邊宣布175塊 帶會員賣光光啊 今天剩多少錢 今天剩163 162.5啊 賣得很漂亮 對不對 不是只會買也要帶會員獲利了結啊 你注意喔 第三檔要準備出來了 今天有看到這一集節目的 你認同我的方式 選股的方向 廣告中的電話 你要撥通 這個抓寶部隊的門檻 我說過低道 我有時候覺得 我們老闆都覺得說不像話 你不把握沒有關係 我的抓寶部隊 一旦停止徵收的時候 你就不用撥電話進來了 那就回到怎麼樣 乖乖的 我就收會員 哇 收會員那個門檻 各位要跨過的話 就怎麼樣 有困難 比較吃力 這一個 非常的容易 但是什麼時候我喊咖 你要注意囉 今天還有機會喔 電話就在旁邊 五 四 你趕快加入我的抓寶部隊 以免以後我改成會員 你就麻煩了 開始撥打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